英國《哈利王子》出版的自傳備胎 開賣首日總銷售量高達40萬本 僅次於JK羅琳創作的《哈利波特》 成為出版商有史以來 最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 在407頁的篇幅中 《哈利》自爆年幼喪姆 軍旅生涯 與王室決裂的內幕 尤其是他對繼母卡蜜拉的不滿 在後面的土地而言 我會做很多人的 她的第一次結論 這位這是我的婚禮 她的觀術 以為我說得不斷 結論什麽 事因此 討論時 事件或討論 何印象 始終的 始終 是嚄師 接受ABC新聞專訪 哈利說他在負面新聞的衝擊下苦苦掙扎 但這些負面新聞 在他開始與美根約會時 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其實很重要的是我取說 我的婚間他們寫著 主持有信用的 他們所說的 以為他們處她 哈利举例过去媒体写的头条内容 对梅根有多歧视 看似为妻子抱不平 但她对种族的看法也有争议 哈利为了宣传新书上遍各大媒体 尽管书中有诸多争议 无论支持哈利或是讨厌哈利的人 都想要一窥英国王室的爱恨情仇 英国出版业杂志编辑分析 就销售量和影响力而言 哈利自传很可能成为 今年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TBS新闻综合报道